今天这条影片跟大家跟进一下 曼城市中心的新盘 由现楼开始到2026年搞了一个楼盘 现时市场上有什么热买的新盘 我们可以选择 今天这条影片简单跟大家了解一下 今天这条影片我们主要围绕有四个楼盘 在画面右手边这边大家应该都见到 第一个楼盘我们先讲市中心M1地段的One Port Street 简单说如果想要豪华 亦都要市中心地段 可以直接看One Port Street 当然价钱上相对比余下三个楼盘为高 如果需要现楼的朋友不妨可以看看Urban Green 和Furnace Key 这两个属于现楼单位 而最后就是Barkness Square 如果你想买一些楼盘是要有露台 近市中心需要有一些混河境 何半楼盘 一会儿可以留意一下Barkness Square 因为今天这条影片楼盘比较多 我们的节奏上会相应比平时会快一点 如果大家看完今天这几个楼盘 对于哪个楼盘感兴趣 也可以在这条影片文字兰下面 click相关的连结 看我们之前拍的视频 触本的版本 甚至可以WhatsApp我们 直接了解余下了什么单位剩 和索取价单楼盘资料 或者我们先讲第一个楼盘 OnePort Suite 属于Manchester市中心M1地段 大矿按摩在这个位置 楼盘位置就正在画面所见 地盘用地就是这里 实际上这个楼盘已经升到超过26层楼高 问发展商那边 工程进度相当理想 预计是2025年第四季交楼 OnePort Suite这个楼盘 上年我们YouTube频道 出过相当多视频 讲这个楼盘 因为实在太多朋友查询 这个楼盘就走一个高端路线 如果大家期望市中心地段 M1地段 想买那些20多万 30多万两房单位 是买不到的了 这个楼盘来说 两房单位 我看看现在最update的价单 低层那些 讲到有多低呢 一楼两楼那些 标价都卖了43万 如果买到高层单位 30楼楼上那些 甚至乎是超过50万英镑的 两房单位 整个project来说 477的单位 我看现在发展商剩下的货 已经不多了 卖了就接近95%了 甚至乎高层那些 20楼以上的单位 只剩下10多间 不算很多 所以之前跟大家提过 如果想买一些 漂亮一点的单位 高层、美职、开阳那些 等到楼盘completion 就已经太迟了 明年第四季交楼 还有一年半时间 但高层单位 只剩下10多间 整栋大楼来说 一房单位 较早前最后一间 都已经卖了 所以就没有了一房 只剩下两房单位 两房单位主要是两个职 一是standard两房 另一是画面所见的 大单边两房单位 刚刚开卖的时候 大单边是相当受欢迎的 我看看价单 大单边还有两间 分别是28楼和30楼 今天这条片 我们也拿一间两房单位 来给大家看看 现时这个One Port Street 大概两房市场上 有什么货我们可以选择 整栋大楼来说 就由一楼开始 就已经有住宅楼层了 一至六楼一只只 七楼一只只 七楼一只只 特别提 也是楼盘的汇所 分别是一楼和七楼的 我看回现在最update的价单 有一间二十楼一号室 我觉得性价比 现时在价单里来说 最高了 也是高座单位 二十到三十楼里来说 价钱上是最划买的 就是这间二十楼的一号室 属于一间两房两次的单位 那这个两房两次单位 和我们过去在Manchester 看的两房两次 有一个相当大的分别 这间两房两次单位 两间都是双套房设计的 曾经我们遇见过 是有一对Couples 其实退休的夫妇 就一人一间 而在Bathroom来说 也是一人一个 独立的Bathroom 当然一个属于棋缸 一个属于浴缸 那这个单位来说 面积756尺 现时市场价 卖46万8千784英镑 两成首期来说 围到大概接近九万四千英镑 就可以入手这间两房两次单位 2025第四季交流 现时来说 只需要给20%首期而已 刚才我们就说20楼 2001个单位 或者我们就拿发展商的VR 25楼模仪 大概高五层楼 看看如果我们由25楼看出去 大概那个景观是怎样 那看出去 25楼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基本上一望无际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Manchester那边 M1地段这边 楼景来说 相对比较矮 不是 唯一叫高一点 就是我们旁边这一房 相比我们来说 大概14-15楼高 所以我们买到20楼以上 对我们来说 就没什么威胁 这个01室 就是向着东北位置方向 前面这边 你会看到一幅用地 较早前已经确认了 这幅用地 将来也会起 Manchester政府总部 比较多公务员 到时会在这边上班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买到20楼 我们这个楼层的高度 这边来说也威胁不了我们 所以如果大家想买一些高楼层 类似这些的view 两房单位 甚至买来想着自用 两公婆一人一间房 不妨可以想想这一间 20楼的一号室 由于这个楼盘已经接近尾声 最后来说 高层单位 刚才提过 只剩十几间 刚刚所说的这间2001 20楼一号室 也是在价单里面来说 高层单位是最划算的 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价钱 另外还有一个extra discount 如果大家想了解 折扣详程 还有我们楼交锁这边 有什么优惠可以给到你 记紧看这条片之后 WhatsApp我们 索取楼盘资料 以及预下的单位 还有什么可以选择 如果过去大家有看过 曼城其他楼盘 看不上眼 不妨可以看看 这个One Port Street 看完One Port Street 这个楼盘 我们就紧接着 看第二个楼盘 第二个楼盘 属于曼城M16地段 Old Trafford这边 近着 施摩帕公园 旁边的Urban Green 这个Urban Green 就厉害了 之前我们曾经 试过出一条video 讲Urban Green 这个楼盘 最后的一些 向着公园景的单位 相当夸张 那条video摆出街 我们试过 四个单位 都是向着公园景 24个小时 都已经有买家 卖了 而这个楼盘 因为发展商的货 已经卖完了 亦都交了楼 完成了 有个观众们 之前就入手了Urban Green 亦都想找我们帮忙 放出街 个人原因 想套现 今天我们都直接 拿这个单位出来 给大家看看 亦都是僅如的 一个向着公园景的 两房两次单位 这个Urban Green楼盘 很多朋友问 都是向着公园景 我们直接拿那位 卖家的单位 给大家看看 属于一间中层的 两房两次单位 开积来说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 这间 中层的三号室 这间开积 就完全是一间 蝴蝶职 入门口 左边和右边 各自有一间房 中间来说 这边就是客饭厅 Open Kitchen 不论两间房和客厅 窗口都是对着外面 公园景 对着公园景 基本上 那个view 都应该接近永久 看看业主资料 这个单位来说 两房两次单位 售面积705尺 现时业主放卖 26万8千英镑 根据现在最新资料显示 这个单位是放租状态的 租金来说 每月就收紧1400英镑 大概10月左右 租金就会到期 如果自住的朋友要留意 这个单位 10月份 你可以收回自己住 由于这个单位 我们是二手单位 不是一手单位 所以作为买家的你 要留意 会 remove 经纪佣金 详情可以看完这条片之后 WhatsApp我们 讲这么久 直接开一条片 给大家看看 这间画面所见的 这个单位里面的傢俱 业主已经在买楼的时候 已经添置了 所以到其时 如果你真的入手这个单位 买楼是附送的 你可以看到窗口外面 这边 无敌公园景 基本上这个景 我相信都永久了 远望可以看到Dinskey Manchester市中心那边 这个楼盘 跟Manchester市中心来说 其实距离上相当短 大概两公里左右 只能看到 门口也有Manchester链 可以直接踏进去 Manchester市中心那边 楼头电器 这些在交楼的时候 已经设置好了 现楼的好处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拍的单位 和你买的单位 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了 这条片是大概半年前所拍的 接近半年前 因为当时业主刚刚收楼的时候 装了架子 那时就拍了这条视频 另外房间 你可以看到 亦都是看同一个景 这边朝向就是向东 这个就是主人房的套刺 现在我们画面所见 这个就是交楼标准 房间地下就是铺煎 和Manchester大部分的物业都是一样的 另外这边是另一间房间 同一个朝向都是向东 整间房间方方正正 也都没有走廊 这边是第二个Bathroom 刚才那个是棋缸 这个就是浴缸 刚刚我们所说的 那间两房单位 中层那间两房 大概位置就是这一边 直望下面斯摩帕公园这边 之前如果有看过Urban Green 这个楼盘的那些朋友 应该都很清楚的 最抢手就一定是向公园景那边 因为另外那一边 就是向着另一幅房间 所以就比较多朋友 会选向公园这边 也都是朝向向东 一早起床就有太阳晒入屋 远望也都能看到Manchester那边 市中心思Center那边 你看到Dinsky 360 DeBlai 那些房间就在你一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看了这条片 也都是WhatsApp我们的 不要让他停 第三个楼盘 就是Darkley Square 也是我们上年YouTube Channel 第二多查询的楼盘 这个project就相当经典 当时出街的时候 相当多朋友查询 尤其是想买向Mancanel那边 虽然画面上还是一幅地 好像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如果看发展商提供的CCTV资料 每半个钟就更新一次 根据英国时间 大概上午时间拍摄 这个楼盘 你看到西翼大楼 较早前开卖的楼盘 已经成型了 接下来会建东翼大楼 右边西翼大楼是2026第二季交流 左边东翼大楼是2026第四季交流 所以大家想买一些运河边楼盘 可以看看Barkley Square Barkley Square 刚才提过两栋大楼组成 分别是西翼大楼和东翼大楼 西翼大楼是上年开卖 东翼大楼是今年开卖 过去买这个楼盘最抢手的单位 一定是向前面运河境的这些单位 但大部分集中向运河境的单位 大家要留意 都是一房和三房单位 两房单位 望运河境的单位 其实是只有一两间 所以大部分朋友当时问楼 要不就买 右手边我们所见的三房单位 或者中间这一堆的一房单位 两房单位主要是向着 这个楼盘中间内缘的景观 今天这条片 我们就不讲楼盘的Facility 或者交通了 它也相当有MetroLink 之前我们拍片都有提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 这条片下面文字兰的Facility 去看 两房单位主要是看中间的内缘景 而在楼盘地底 也有个车库 可以买单位配卖车位 一房单位都可以配卖车位 大概内缘景就是我们画面所见的 东西亦大楼加上 而由于Barkley Square这个地段 不属于City Center 属于Solvet这一边 Solvet这边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环境上相对没有市中心的楼 那么密集 这边来说比较低密度 而旁边还有一个MetroLink站 Exchange Key 由楼盘位置走过来几分钟 Exchange Key上车 搭一个站 两个站 三个站就进入Dinskay 四个站就进入职Petersburg 所以你说如果在这边来说 价钱上 楼价一定是比City Center便宜一截 或者我们直接拿两间 一间一房和一间三房 给大家看看 因为两间都是属于向着Canel 向运河境的单位来的 意思是市场上我见到一房单位的话 只剩下运河境 中高层单位就只剩下一间 那运河境来说 就属于哪一间呢 我见到就价单上 520这一间 这一间 一房单位 还有呢 就隔离这一间三房单位 两间对到正一正 外面呢 就是楼下这一边就是Canel 那么看回Google来说 大概我们刚刚所说的那间 东座大楼就是这一边的 那一房和三房单位都是向着运河这一边 看回指纹针方向 大概位置就是正东南位置 520这个一房一次单位 售面积呢 527尺 那现时折实后卖 272,491英镑 那另外呢 旁边这一间 就Counter Unit的518号室 三房两次单位 售面积呢 826尺 那现时折实后卖 397,649英镑 那不论你入手520单位 或者518单位 首先两间都是望运河 其次呢 两间你都可以配一个车位 那车位来说呢 就25000英镑一个 那而刚才我所说的价钱 已经是折实后的价钱 那这个楼盘来说呢 首期就两成 那由你选择单位 到reservation 走完法律流程 大概一个月后呢 就要准备两成首期的了 五楼来说呢 其实就望向前面 河景 那已经够高了 那另外那间一房单位呢 就是他旁边的而已 Barkley Square 就属于Solvert M5地段 那中间隔了一个 Orso Park 另外一头呢 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讲的楼盘 叫做Furnace Key 那大楼来说呢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这一栋 那如果上面看下来呢 就呈一个H形的 这一栋大楼 那Furnace Key 这一栋大楼呢 已经是完全完整的了 那也都入了火的了 那现时来说呢 剩下的货也都不多了 那当然 那地段来说呢 就属于Solvert这一边 M50地段 那最近呢 比较多香港人 查询呢 问有没有一些 就是中低价楼 又要近市中心 最好近Metrolink站 那这个project就最多人问了 因为说的呢 就由楼盘位置出发 去最近Metrolink站 这个叫做Solvert Key这个站呢 大概有300米路程就可以去到的了 那Furnace Key这个楼盘呢 如果我们看回 现在发展商提供的价单 一房单位呢 400多尺 那价单相当之便宜 不用20万英镑 19万多就已经有交易的了 那属于中层单位 7楼和9楼 那另外呢 如果两房单位呢 这个project来说呢 价钱上 由ground floor开始呢 22万磅出头都有交易的了 那去到呢 高层那些11楼呢 大概都是32万左右 那视乎国下呢 你想买的座向和楼层 刚刚所说呢 这个楼盘呢 就属于在 Solvert Key这个Metrolink站 那和刚才 Barclays Square那个 刚刚差一个站而已 Barclays Square就是Extchange Key 那如果踏入市中心来说呢 一个站 两个站 三个 四个呢 就去到Dinsky那边的了 那整个project来说呢 就分了东西翼两栋大楼 那中间呢 当然会有些apartment去连住的 东翼大楼这边呢 看回发展商现在的价单呢 这一栋已经所有了 就剩下西翼大楼这一边了 那我们呢 都拿一间两房单位啊 今天和大家看看 这个Furnace Key 最后的一些现楼单位呢 有些什么选择 那如果我看回价单来说呢 我就发现有一间 八楼的810号室这一间 大单边的两房呢 我就可能会选这一间的 那开个职出来和大家看看 那810号单位呢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所见的这一间 流程来说呢 就属于K的这一只开职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右手边这一只开职 那现在我们画面所见 这只摆位呢 就属于呢 左上角这一间 如果将这个floor plan呢 这样反转 左右反转呢 就等于我们这间810单位的了 那大家可能要运用少少想象力啊 就是简单说呢 左右两边呢 反转呢 这边窗呢 就应该是向着是这边的 那现在我们门口这边进来 真实的话呢 门口就是这边进来的 不过不要紧 我们照开这个职来看看 间隔上呢 里面是完全一样的 那一起看看开职啊 那进门口就是这一边 进了门口之后呢 这边就有个haul的 最下面这边呢 左下角这边就是back room 1 也是套房来的 那你见呢 就发展商呢 就将这只角就批了啊 没有只尖角突出来啊 反而呢 就感觉上会好很多啊 没有那么顶 右边这边呢 就是bathroom 入门口转左这边 那第二间房啊 就back room 2 utinity就开在走廊进头这边 那经过走廊之后呢 就客饭听open kitchen 整个职就在这边了 那这间两房两次单位呢 你见它那个开职 相当之是正的 尺数来说 售面积就745尺的 现时买多少钱呢 我们看看啊 现时呢 市场价价正在 296500英镑的 那由于这个单位呢 已经是现楼关系啊 那所以就不需要 再分什么首期尾数的了 那如果大家是cash buy 也都交齐文件啊 那最快啊 大概一个月时间呢 这个单位呢 就已经可以交吉了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即买即住 甚至乎即买即放租的了 那由于这个单位呢 现在是现楼啊 那所以大家如果在 人在曼城那边啊 甚至乎 可能在这段期间 在英国那边考察呢 看到我们这条片呢 那也都欢迎啊 找我们帮忙预约啊 直接走进去这个单位里面看啊 直接踩进去 那现楼单位来说 有个好处啊 就直接可以呢 就看得到呢 你所买的单位啊 那一起看看这个810号单位啊 大概那个朝向是怎样啊 那开回Google啊 大概呢 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只角呢 就是这只角来的 810号单位 那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只角望出去呢 你买到8楼的关系呢 前面那些楼呢 就相对比较矮的 那那完全呢 就你见到就 没有东西会顶到你的了 大概呢 我们领回来啊 那数回格子来说 大概ground floor 1楼2楼3楼4楼5楼7楼8楼 大概就是这一间啊 那这只角望出来呢 那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开扬啊 那因为呢 现时来说 我见到呢 大部分的单位呢 剩下呢 就是西翼大楼这一排啊 那很多呢 你见到都是对面 望对面扭径的了 向北这只角啊 这只角就比较开扬啊 那那价钱上来说呢 也都相对比较易入口啊 不用30万英镑啊 买到700多尺两房单位 那楼盘旁边的位置啊 还是有个Orsopark公园啊 楼盘就是这一边 公园就是这一边啊 另外一头呢 就是Barclay Square来的了 那所以就 如果大家喜欢Solvet地段啊 也都想近Metrolink呢 要现楼的话 可以想想Fernitz Key啊 那如果想买一些 还有两年建筑期的楼盘呢 那就可以考虑Barclay Square 那而今天来说呢 就因为我们这条片呢 主要就讲一些单位了 那楼盘的资料就欠逢啊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呢 就是这些楼盘里面 很仔细的资料啊 譬如说管理费多少钱呢 Postcode是什么呢 哪个发展商呢 楼盘的交通呢 和附近的一些配套啊 会所设施各方面呢 那可以click我们 这条YouTube片 文字兰下面的一些fail link 看看这三个楼盘的相关资料 那Fernitz Key这个楼盘呢 因为现楼的关系 我们就没有video啊 那如果大家想去现场 实地考察的话呢 那记得呢就找我们帮忙预约 以上这四个楼盘呢 就无论哪一个楼盘都是的了 经我们入手买家呢 我们都会送收楼业楼服务的 那所以啊 有现楼有现楼 有楼花有楼花 那视乎国下的需要啊 那今天这条片呢 分享大致上差不多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